大家好,我是七枝 今天的電影《五十三》要聊的電影是 《數碼寶貝踹》第四章《葬師》 也是一樣做個防雷 跟前幾集一樣 但是想不去透已經超出我的能力範圍了 所以如果你還沒看過《喪屍》 又不想被雷可以先離開了 這次故事承接告白的結尾 數碼寶貝重新開集了 被選召的孩子們為了原搭彈文減免 再次回到數碼世界 看彼此也必須從頭開始 依照慣例 誰的舊集體上海 誰就是主角 本次的主角就是蘇娜跟米丘獸 中有愛心虧張的蘇娜 時時刻刻都關心著別人 這既是她的優點也是缺點 在喪屍中 她對搭檔的關懷 反而讓米丘獸感到反感 而蘇娜如何面對這不對等的關係 也是本片的核心故事 蘇娜的搭檔、米丘獸 就像蘇娜一樣承受 因為重開機的關係 米丘獸喪失了與蘇娜之間的記憶 認為蘇娜的關懷是不懷好一點 造成了兩人之間的衝突 蘇娜是怎麼解決問題的呢 她選擇貫徹她對同伴的愛 不論你今天喜不喜歡我 你都是我的夥伴 就算你恨我 我還是依然愛著你 雖然聽起來很老套 讓暗中能克服一切的障礙 愛並不只存在男女之間 也存在朋友之間 在故事的最後 蘇娜終於感動了米丘獸 並成功就職進化 除了蘇娜之外 其他數碼寶貝個性上的差異 並沒有像蘇娜面對到那麼大的問題 狄哥獸 滾球獸 護家獸 個性本來就比較大方 很快就跟搭檔混熟了 年高獸個性比較好奇 自然會黏上光子 種子獸 神經大條 單純 被美美裝熟裝久也熟了 小狗獸的穩重 跟佳兒一拍幾合 獨角獸 害羞的個性 跟悶燒的阿和 根本絕配 看著大家重新認識彼此 再搭配靈翼的配樂 真的有回到數碼寶貝大冒險靈翼的感覺 有一種最初的感動 但說真的 雅古獸名在靈翼中 也是個穩重的角色 為什麼重開機之後還是元太阿 上司中有段劇情的設計 其實很有意思 究竟數碼寶貝在什麼情況下會進化呢 是在搭檔遭遇危機的時候嗎 答案是否定 儘管吉恩就在面前 夥伴之間沒有感情還是無法進化 唯有理解彼此的想法 想要保護彼此時 神聖計畫才會發動 這是本篇我最喜歡的一個橋段 也是當年靈翼帶給我的感動之一 除了八人之外 這次大概也講述了西野、雞川的故事 他們是從前被選召的孩子 詳細故事還不清楚 但感覺雞川為了載與搭檔劍而策劃了一切 感覺是偏技版的蘇娜 期待他之後有更進一步的故事 接下來聊聊喪屍的戰鬥部分 這次魔王是令人懷念的黑暗獅天王 當年出來一下就被分屍的機械邪龍獸 這次也撐得夠久 最後吃了一個地球上土在立便當 鋼鐵海龍獸的救急波浪炮 也是令人懷念的招式 雖然他還是逃不過被恐龍克星灌場的命運就是了 進化上 這次被選召的孩子們沒有打甲球 有進化的都直接上救急體 打起來真是過癮 但說到這邊得批評一下 數碼寶貝踹這系列的數碼寶貝 在進化打鬥時的作畫分界 不管怎麼看多歪歪的 總有些違和感 喪屍的進化 戰鬥畫面比前面多 這個問題看起來就更加明顯 他點忘了說 喪屍充滿了回憶的場景 用創始村 外挖王的城堡 集點與終點的電車等等 場景之外 片尾也是令人懷念的神曲 但最重要的 還是我最愛的怪獸登場 我看他神聖天使獸 眼淚都快掉出來了 拜託都給天使們一點氣憤啊 最後做個總結 整體劇情雖然比不上前兩集 但還是不錯 戰鬥比之前激烈也算是進步吧 但喪屍做最好的部分 莫過於使用許多回憶的場景 卻不顯得做錯 我知道很多人覺得有些橋段很瞎 反派跟變態一樣啊 成長期的招式 竟然可以抵擋究極體的招式等等 這些橋段雖然很奇怪 但都還在我可接受的範圍內 所以我對喪屍的評價 依舊是非常正面 對我來說 真正的災難是從下一集才開始 我們就等到下一集再聊吧 感謝各位的收看 今天的電影543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紀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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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